大台北水泥丛林楼顶 常常看得到这种基地台 但并不是每一个基地台 都老老实实公开秀出来 仔细看看这间三层楼的工厂 顶楼的水塔被架得高高的 里面其实就是基地台 还有这种把广告布幕拉开 里头也是藏着基地台 因为基地台它必须一定要在 整个接收范围有效发射范围 最广的地方 那应该都是在建筑物的 最顶楼 就因为基地台装在顶楼 效果最好 有的业者就会像这样子 在屋顶电视天线 加装黑色网格状的天线 也是让人无法一眼就辨认出来 但更多时候基地台会藏身在民宅之中 它的主卧室的位置 居然会有这么多的 这么粗的电线在这边 很确定它一定是装基地台 有的业者为了省麻烦 干脆租一金套房 把电线回路机器 甚至发射基地台 全部装在房间里面 不过最绝的还是这一个 不管你远看近看 怎么样它都像是一个分离式冷气主机 结果呢 没错 还是基地台 业者这么大费周章 卫装基地台 就是因为申请基地台的过程 非常不容易 首先要取得管委会 及全体住户同意 那同意之后呢 第二个阶段 必须要向NCC申请 光是得到管委会同意 就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还要取得大楼 全部住户同意 电信业者才能进一步向NCC 申请装设基地台 业者为了省麻烦 先装上基地台再卫装眼人耳目 倒霉的还是不知情的住户 东西文说中心在投赫兜